哇,小伙伴们,你们太给力了 直接把浪哥从100名开外给撑到了60多名 嗯,所以在今天视频开始前 我要感谢为我投票的小伙伴 也要感谢想为我投票却没有智能电视的你们 另外呢,今天是抢先赛的最后一天了 将小伙伴们继续帮浪哥投票 稳住最后的半天 没有投票的小伙伴 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 也希望大家再帮忙忙 嗯啊,我和浪哥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那么,正片开始 方舟大陆的海滩边 有一个以捕鱼为生的中猴村落 小中猴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在这里 有传说,曾经在几万年前 他们的族群中出现了数只战神猴王 猴王打败了许许多多的食肉恐龙 才终于有了这一片栖息之地 所以老族长 咱们这个部落真的都有战神血脉吗 这就是个传说而已 我给你当饭后故事讲讲 你还就当真了呀 我丢,这个老族长 我还以为我真的身怀绝技呢 没想到咱就是个普通的小猴子呀 哎,说这些都没有用 其实当个猴子平凡地度过我的猴生也挺好的 哎,说到这个 我们村里的村花大漂亮 那是真地漂亮 我呀,一定要取走它 不过,它那么漂亮 肯定是想嫁给大户人家 所以我得努力去抓鱼 成为猴村里的首富 哦,不说废话了 直接出海 咱捕鱼去 哦,海上航行的一段时间 才补了这么一点点鱼 这可不够啊 老族长曾说过 不让我们去更深层的海域航行 但是为了大漂亮 没办法了 继续前进 等等 这片海域我从来没有来过 我突然就有不好的预感了 不好 从水里冒出了一只几倍龙 你是谁 为什么擅闯我们格拉摩根帝国的领域 你肯定是别的帝国的间谍 大哥,别动手 我真不知道 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废话小说 跟我走 哎哟 我咋又被人带到了这里 前面有一个大门 这到底是啥地方呀 我天 这居然是个监狱 这个堡垒 一进门就有好多小房间 里面关着须须多多的小新恐龙 太可怕了吧 完蛋了 你快给我进去 大哥 我真的是冤枉的呀 每一个进来的间谍都这么说 你就在里面待着吧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来捕鱼的猴子呀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我一个奔奔奔奔的小猴子 为何要经历这种痛苦 隔壁的小兄弟 别哀嚎了 他们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隔壁大哥 你也是被抓进来的吗 对呀 他们把我抓进来之后 这一关 就是十年呀 十年 你知道我这十年 都是怎么过来的吗 啊 咋过来的 天天吃牢饭 我都吃胖了十几斤了 啊这 大哥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咱们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赶紧睡觉吧 我还要练习rap呢 你看这个牢榻又大又宽 好了好了 你练习吧 我得赶紧睡觉了 别睡了 快起来 嗯 啊 啥事啊 少废话 赶紧跟我走 又一扇大门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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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手握杀猪刀 我现在为你们这刮饱熟吗 都一起上吧 还有谁 这个小猴子的战斗力可以啊 快把他带回牢房 下一次再让观众们看个尽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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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